Hey Meta, look and check what car is in front of me The vehicle appears to be a Toyota GT86 race car Hello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开箱 法拉利 其实是法拉利 联名款的瑞本Meta 开发的智能眼镜 刚刚拿到手 这是一款限量的法拉利 迈阿密系列2024 也算是拥有法拉利的人了 我们今天现在就来开箱一下 听歌,打电话,直播 可以用这款眼镜在Facebook或者Instagram上直播 RibbonMeta for Sculia Ferrari Limited Edition 看看里面有什么 MetaView App扫码就可以下载他们的应用软件 通过软件才可以把眼镜和手机脸上 里面有一些教程 如果是第一次用的话怎样可以充电连接在一起 一些Varranty的东西 再释放一边 右边是眼镜布 上面有些雷鹏Meta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这个智能眼镜 这个包装是和普通的瑞本智能眼镜一样的 下面是USB-C的充电口 后面有一个配对的按钮 打开 这就是法拉利兰的Meta智能眼镜 镜面可以看出来它是镜面款的墨镜 哇 这个蓝色还是很特别的 好像不知道视频里能不能看得清楚 一会儿在阳光下再拍一些高清的照片吧 据说这个蓝色来源于法拉利兰 不知道发音有没有标准 法拉利兰的设计 这个眼镜上能看见 右侧有Ribband的logo 左侧有法拉利的logo 进腿上也有法拉利的logo 然后内侧的话会有一个开关 在眼镜腿的右侧会有拍照 拍视频的按钮 外侧是触控按钮 有不同的可以调节声音和其他的一些设置 最常用的就是上面的快门 按一下拍照 长按可以拍摄视频 功能上和普通的雷鹏META眼镜是一样的 据说会有AI的功能 我试一试好 上面有写限量1000 这是强盗的第161副眼镜 OK 我们现在出去试一试 我们来测试一下META Glass智能眼镜的AI功能怎么样 Hey META Look and check what car is in front of me The vehicle appears to be a Toyota GT86 race car Wow 他说是Toyota GT86赛车 我们来问一下这辆车现在市场价值多少吧 Hey META What does the Toyota 86 cost in the market right now?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for a Toyota 86 ranges from $30,395 to $36,240 他说这辆车新车的话大概MSRP32,000到$36,000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辆车怎么样 Hey META Look and check what car is in front of me 这个图像识别功能应该还是不错的 这辆是新的福特亚马GT5.0 OK 我们到车上测试一下吧 HELLO 正好我们上次 Blue Spin之后还没加过油 所以我们今天去加个油 其实这款眼镜的功能跟普通的META智能眼镜是一样的 这是正巧META AI的功能最近刚刚开放 所以如果你有META智能眼镜的话 只要在META View的APP里面打开META AI 就可以使用META AI的功能 可以让它拍照 然后读取周围的环境问它一些问题 刚才试过了 比如车 它能识别出是什么样的车 我觉得更实用的话 之后如果去国外或者去 其他一些非英语餐厅的去看那些菜单的话 如果它能实时的翻译 应该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也测试一下 META AI的功能在某些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在美国加拿大地区的朋友 应该可以直接用来中国大陆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 如果还有什么一些其他新的功能的话 我会尽量跟大家分享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